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新眼光 今天是12月20日 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圣经 今天的圣经接下来在诗篇第139篇 第一节到二十四节 上主啊,你洞察我,你认识我 我的一举一动你都知道 从遥远地方你也晓得我的心思 我工作或休息你都看见 你知道我的所作所为 我没有开口,你已经知道我要说什么 你前后左右环绕着我 你用你的能力庇护我 你对我的认识高深莫测 不是我所能理解 我往哪里去才能躲开你呢 我到哪里去才能逃避你呢 我上了天,你一定在那里 我潜伏阴间,你也在那里 我重视飞往日出的东方 或住在西方的海极 你一定在那里带领我 你会在那里帮助我 我可以要求黑暗遮蔽我 或要求周围的亮光变成黑暗 但对你来说,黑暗不算黑暗 黑夜与白昼一样光亮 黑暗和光明都是一样 我的五脏六腑是你所造 在母腹中你把我凑合起来 我送赞你,因为我受造奇妙可畏 你的作为奇妙非凡 我心里深深领会 我在母腹中被塑造 在隐秘中逐渐长大 骨骼怎样成形你都知道 我出生以前你已经看见了我 那为我安排尚未来到的日子 都已经记录 在你的侧上 上帝啊,你的意念多么深奥 你的心思多得难以数算 我要是数算,比海撒还多 纵使数算到底 我仍然跟你在一起 上帝啊,我多么希望你撒灭邪恶的人 我多么希望凶暴的人离开我 他们开口亵渎你 他们说邪恶的话,冒犯你 上主啊,我多么 我多么恨恶,憎恨你的人 我多么厌恶,背叛你的人 我深深恨恶他们 我把他们当作仇敌 上帝啊,求你查验我 知道我的意念 求你考验我 洞悉我的心思 求你看看 我有没有狂妄的思想 求你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感谢上帝 让我们一起从诗篇139篇当中 领受上帝的话 再让我想起一首赞美之泉的诗歌 展开清晨的翅膀 主耶和华,你已经检查了我 我桌下,我起来,你都已笑得 我心路,我心路,我躺下,你也神指,我一切说心 我舌头上帝的话 你没有一句不知道 你在我前后环绕着我 安守在我身上 这样的奇妙 这样的奇妙 使我不能测透 你的至高 你的尊贵 使我永远 不能说尽 我可以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 我可以往哪里去逃 可躲避你的一面 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 飞到地际 就在那里 你的双手 也必 引导我 我舌头上帝的话 你没有一句不知道 你在我前后环绕着我 安守在我身上 这样的奇妙 使我不能测透 你的至高 你的尊贵 使我永远 不能说尽 我可以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 我可以往哪里去躲避你的一面 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地际 就在那里 你的双手 也必 引导我 就在那里 你的双手 也必 引导我 我们一起来祷告 引导我们的主上帝 我们满心的感谢你 主我们无论到哪里去 你都与我们同行 你的双手引领着我们 我们所说的话 我们所做的事 你没有一件事不知道 你在我们的前后环绕着我们 陪伴在我们的身旁 这样的奇妙 实在是我们不能明白 也不能够撤透 主你帮助我们就像是诗人一样 帮助我们用感谢的心 在这代降节期 迎接救主耶稣诞生的时候 让我们想起耶稣基督 你为我们赏赐的救恩 盼望 平安 喜乐 与信心 让我们真实在你的同在当中 经历到你 也让我们从诗篇 139篇当中明白 上主无论我们到哪里去 你都与我们同行 感谢上帝 你用这样丰盛的恩典 陪伴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边 愿你继续引领我们 在这一个新的一天 领受上帝丰盛的恩典 我们将同心在你面前祈祷 奉考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